今天来用玻璃瓶和黏涂改造好看的瓶子摆件 先用丙烯和石英纱搅和搅和搅和 调一个好看的颜色涂满瓶身 放一边等它完全晾干 突然我灵机一动 趁这个时间调一杯真露网红快乐水 喝上一口我平时最爱的桃子口味 这沁人心皮的桃子香味 让我想住进粉粉嫩嫩的桃子屋里 所以想把我心中的桃子屋用黏涂捏出来 如果选一种水果做房子 你会选什么水果呢 我心中的桃子屋它有一个圆形的圆木大门 窗台上趴着一只可爱的小白兔 有很多花花围绕着它 现在要把屋顶盖起来了 把粘土捏成扁扁的大水滴为瓶子一圈 同样的方法把第二圈 第三圈 第四圈捏出来 最顶上放一只大大的水蜜桃 来点渐变效果 侧面安上圆木小围栏 想知道里面住了谁一定要看到最后 咦 地上有一框桃子 原来这里有一棵桃树 树上兼满了果实 正是只桃子的好季节 是哪只小蝉猫躲在那里 原来围栏里住着呆萌的小羊驼 如果能在这里喝上一杯真露快乐水 那真的太赞了 改造完成 快来跟我一起用粘土改造好看的玻璃瓶吧 您好 菜鸟驿站 送货上门 肯定是我买的粘土材料到了 菜鸟驿站现在送货上门的服务真的越来越贴心了 正好最近菜鸟驿站在征集周边 看了好多人的设计 我也要来凑凑热闹 菜鸟驿站的工作人员 你现在想吃哪个公司 吃哪个公司 看了好多人的20公司 看了好多人的 你们现在看了好多人的 看了好多人的 穗多人的 莫名的 他们最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